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桃園市清晰國中英語科楊上琳老師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主題是 Core English文法區的不編本文法試題的資源上的使用 以及相關的講解 現在就請大家登錄自己Core English的個人帳號 那老師先做一個示範 那我們進來了Core English網站之後 先點選課程專區 然後請點選國中 因為我們已經是八年級的學生了 再來請點選文法 進來之後你會發現說 Core English團隊他們非常的用心 所以他們在文法區裡面也有設置非常多的資源 像是不編本文法試題 文法總動員 神奇文法書 輕鬆學文法 還有流行音樂學文法 那老師今天要帶你們認識的是不編本的文法試題 好 請點選這一個 好 那進來之後呢 各位同學你們會發現說 不編本的文法試題總共有五冊 五冊的Quiz 那其實他每一冊呢 都有十課的不同的主題 好 比如說第一課問候語 第五課教室用語 第十課公園一集 好 那他每一課其實也不一定只有一個Quiz 有時候會有兩個Quiz 甚至是三個Quiz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要認識的是第三課的Quiz 八課 節慶 那節慶他僅僅扣著一個時態叫做未來事 好 那什麼是未來事呢 未來事就是指未來發生的事情 或者是你計畫好 但是還沒有去做的事情 好 比如說 I will go to the supermarket tomorrow 明天我將要去超級市場 好 那tomorrow時間不辭明天 好 明天還沒有到來 那但是我已經計畫好明天要去超級市場 所以呢 這個就是未來事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用這一個 Core English平台的資源來做練習呢 那這個平台使用的時機 往往都是在老師教完了課本的文法 以及帶你們做完課本相關練習之後呢 會帶你們來做這個平台的練習 好 現在老師就以第三個Quiz做了範例 好 請同學點選進去喔 好 那 這是第三個Quiz的練習 它裡面有包含了填充體 克漏字 還有配合體 好 我們就先點選START Quiz 好 第一個部分我們遭遇的是填充體 好 那這個人說BIRTH說呢 I 18 years old in 10 days 好 重點是在 in 10 days這句話 在10天內呢 我將滿幾歲呢 18歲 好 那我們空格內要填哪一個B動詞呢 是A and once 還是 will be呢 In 10 days 非常重要 10天內 它講的就是 未來式的概念 將滿 所以空格內我們要填的當然就是 是 will be 當你填寫完成之後 你可以點選 submit 好 如果你填寫答案是正確的話 它就顯示 correct 好 next question 來聽講到 Oh no I my cell phone on the MRT K就講到 Let's call the station and see if anyone has found it 所以空格內我們要填哪一個單字呢 是 leave left 還是 will leave 好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句子 Oh no I my cell phone on the MRT 好 所以意思就是說呢 我把我的手機遺忘在了捷運上 這個動作已經發生了 就是因為我把手機遺忘在了捷運上 比如說一個小時之前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要填的是 過去式 叫做 let 不能填現在式是因為 這是過去發生的事情 那更不可能填未來式 未來式是指 未來才會發生的事情 那你已經在一個小時之前 就把手機遺忘在了捷運上 所以你要填的字叫做 left 好 就把答案填寫進去 好 所以同學們 這個就是我們 Cool English 文法不編本 文法試題的練習 所以同學們可以利用這個網站的文法資源 來增進自己的文法 概念或者看一下自己是不是還有哪邊不懂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個網站上的資源有很好的地方是 它雖然聚焦在未來式 但是它還是有現在式過去式或者是疑問句的練習 可以幫助各位同學在文法上去做一個統整 現在式過去式未來式 並且複習一下之前學過的現在式以及過去式 好 講到這邊 同學們不知道有沒有問題呢 沒有問題的話 就請同學們 利用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來幫助自己增進新的知識 以及複習就有的文法知識 好 老師相信你們都可以做得很好 那我是今天的講解就到這邊 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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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換我 借